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最新的商机以及背后的故事 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又来了一个小姐姐 还是这个小姐姐 我刚刚才知道她还跟我有缘分 我原来三四年前见过她一面 但是完全不记得了 Richard我有你微信没有 有我有你微信 我有没有办法删掉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我等一下再提醒一下你 欢迎我们万一通负责尾城的负责人 谢嘉欣Richard 你哥你好大家好 这个Richard是三年前见一面 三年前那会儿你已经在物流公司是吧 已经在物流行业了 对已经在物流行业了 一般呢我不能问女孩子的年龄 但是呢我还是问一下你在这个跨境界上 物流干了多久 干了多久啊 我12年毕业的就已经在物流行业这个公司工作了 那现在 我八年了 我现在才算了算八年的已经 天啊 我们今天今天是我们录制这个节目 说的是2020年的年位 节目应该是2021年年头 1月份会播出 你知道90后90年的人今年就没过完这个新年就30了 是的 是的 这个这个耳里之年嘛 那同样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在 我当时我跟我们在这个万语通朋友聊天了 几说一个伟诚负责的朋友是一个小姐姐没有任何性别体系的原因啊 因为我在我的印象中 伟诚不是说干出国脏活泪活天然被人骂的吗 其实你在你在万语通的体系里面 伟诚都是负责什么东西的 目前万语通整一个伟诚里面的话 主要是以海外舱 based在海外舱的一个伟诚配送的一个方法嘛 就是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处理方案 那我这边的话呢 是主要负责我们海外舱location的包括了 英美德澳加上比利时这几个所在的一些国家的一个应对 我们的卖家在海外的一个配送方案 我们所提供给他们的一个全程的一个物流处理方案 包括了就是简而言之就是 卖家在品牌上的订单怎么样安全的准时的送达到收件手上 这个就是我们要为他提供的服务 人家都说万语通很牛逼 你看这个术语被的多留 今天这个呢并不是谁说给万语通大广告 我们其实很好奇就是在尾城这个事情上 我们有相当多无论现在已经在做资深的老卖家 还是已经进场开始上手的新卖家 还是既然是观望的卖家 讲起尾城都是两眼一抹黑 因为我曾经是在一个美国的海外舱公司里面 做中国的老大 我是当时没有去做具体的产品的 那段时间我是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我看到这尾城的东西我才疯掉了 然后我们的朋友呢 半夜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信息 阿米你看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讲到尾城 其实严格意义上尾城都包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万语通现在是从一个物流服务商到一个综合物流服务商到一个技术驱动的这么一个综合物流服务商 尾城其实包括什么东西 像讲的好像很多 好像什么都管 是 尾城我们提供的尾城的产品线来说的话 对于卖家来说他其实只需要focus基点 我要卖什么 我要从哪个地方 按照什么样的时效送达到收件人手上 他其实要告诉我这三个要素就可以了 我卖什么 对 什么时间 送到什么地方 对 我所需要的是这三个最主要的要素 对 那在这个商业基础上的话我肯定会有很多增值的服务的 我们可以后面再细聊 但是其实本质上在这样子的产品线上面 你卖不同的货 我可能给到你的是不同的服务 如果是小货的话呢 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客户去选择 比方说当地邮政这种覆盖面广 并且其实服务稳定 而且价格相对经济的一个产品线 它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服务质量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大货的话 比方说我们其实近几年来包括了一些园艺 家具 甚至是椅子这方面的东西其实还有挺大的销量的 针对那部分的客户的话 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大货的渠道 甚至说是一些托盘的LTL的派送 我们都能够覆盖的到 然后我们也会告诉客户 针对这样子的服务的话 你更加需要的是稳定安全 并且是以相对符合你预算的一个物流的成本 去派送到手间手上 所以规纳起来其实是你要卖什么 什么时间送给谁 然后这个再根据它的产品特性 时效特性 对费用的敏感特性 你给它去做一个建议的方案 对 那我们听起来是伟成豪天地是罢工啦 爆仓啦 爆胎啦 送不进货啦 这个又不要上架啦 对 这些都跟你们有关吗 有关 我们都是受害者 就我们都是第一时间收到这种比较令人沮丧的消息 然后我们要被迫的将这个就相对不怎么好的消息 要及时的告诉我们的客户就是现在的卖家 因为我们也需要他其实的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受认人嘛 就包括了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的 在二月份包括四月份的时候 国外的疫情有第一次大爆发的时候 其实我们国外的话也有很大的冲击的 包括了可能短时间之内的一些 国外供应商的人员的一些紧张 就是他们很多人不上班 甚至有罢工的情况 然后包括了有一些就你人也不在的话 那车辆资源肯定就不足了嘛 所以体现在国外 我们现在忘记本来就是车辆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也分别的有收到不同的供应商说我车辆不足 我提货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包括可能是要加钱的 这就是我们今年卖家的一个关键字 叫做忘记复加费 在这个时候其实每个卖家都心中的痛 就是我的我赚的钱又被挖走了一块 其实我们也一样的 就是因为国外的一些疫情的关系 还有资源不够的关系 他们其实为此而加收了很多钱 但是他并没有达到我们当时期望的一个时效 所以其实时效还是延误了 提货了也还是有问题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 虽然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但是我们必须要真实的 如实的告诉客户这个消息 并且尽我们所能就告诉他 您的货物虽然有所延迟 但是我们会保证在几天之内 给你去完成这个派送或是提货 我们都会告诉客户这一点的 Richard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服务的行业的专业人士 给你带我来到这个派送或是提货 感谢观看